有些人是读自心信乐变成自心信药 其实是自心信乐才对 因为这是有安乐欢喜的意思 尤其《无量寿经》在后面 佛就有说了很多 像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闻彼佛名号 欢喜踊跃 我们看全部都是安乐欢喜的意思 所以是读自心信乐不是自心信药的 因为当我们有这种自我罪恶的心态 自然最后就是喜乐欢喜踊跃的 为什么 因为得救了 这些都是使而复生得救的自然结果 像有一位佛宽法师 他大概是60多岁 他出家也20多年了 他一早并不是在我们净土宗的寺院出家的 他是过后近几年遇到我们的师父才依旨过来的 他有分享过他出家学佛念佛的路 那真的是可以说让我们听到都很有感触 很感动的 那佛宽法师说他是乡下人 他在26岁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寺院就感觉说很好 就认为佛法能够解决他人生的问题 那后来只要有佛法的课 他都会尽量去参加 但是毕竟他是住在这个乡下很不方便 但是还是尽量去参加 到了30岁的时候 有一次他听到寺院的法师说 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好地方 那大家都可以去 那佛宽法师听完以后就想到说 哎呀这么好的地方 他是很想去 但是当他去问那位法师要怎么去的时候 法师给他的答案都是不请不楚的 后来这位佛宽法师看到每一位出家人 都跟他问到底要怎么能够去极乐世界 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位能够明确的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故事 我就想到 各位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净土中的传承 可以呢把念佛法门讲到这么简单清楚 那真的是不容易很难得的 真是感恩佛菩萨加持感恩祖师的传承 我们看呢这位佛宽法师 他问了这么多法师出家众 都没有一个呢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些呢就讲得太难 有些呢讲到要修很多 那讲到要修很多啊 那到底要修到多少的多呢 他又讲不清楚 他就是呢问来问去啊 都得不到一个明确肯定的答案 所以佛宽法师啊 就开始说呢要去找这个答案 他一开始就单纯想到说 那应该是出家比较容易往生极乐世界吧 佛宽都讲出家那应该要出家才行啊 他就开始呢要找啊能够收留他的誓愿 那找来找去 一转眼啊 十多二十年啊就这样子过去了 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啊才应援成熟 到了四十五岁啊才出家 当时呢他的剃度师父啊 也讲自己是修净土的 整天呢就知道念佛呢念到很快 那佛宽法师啊本来又以为说自己走到了 但是寝室啊剃度师父的时候 他的师父啊还是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就是告诉他说 啊佛门的功课啊你尽量去修那就对了 就很奇怪啊 明明说呢自己是念佛的 但什么讲的时候呢又好像不肯定 所以佛宽法师啊他听了以后呢其实很苦恼 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对呢 所以还是继续的去找答案 他这一早十五年又过去了 各位啊你看看人家为了找到 可以归命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解脱的路啊 几个十年就这样子过去了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但是有一句话说 皇天不复啊苦心忍 终于呢在佛宽法师啊六十岁的时候 接触到我们净土宗师父啊 慧经上人净宗师父讲的善导大师净土事项 他一听才发现 师父引进这一点啊 把答案啊讲得这么清楚明了 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绝对能够保证啊 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就像善导大师说的 臣比愿力定得往生 下至十生一生等定得往生 他从来啊都没有听过啊 还有说法说呢是肯定往生极乐世界的 早了几十年啊 问了这么多出家人呢 都没有人说过 就只有善导大师啊是这么讲的 那善导大师这么说 主要是因为啊 臣比愿力 我们念佛人是因为靠上阿弥陀佛的救度 愿力那肯定是保证往生的 像之前说的 如果说今天啊 你是靠你自己游泳过海 那你是不能保证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坐船坐飞机 那就一定保证了 所以善导大师才说 定得往生 是因为啊有臣比愿力 佛观法师就说 当时啊 他那个内心啊 真的是法喜充满 找了几十年的解脱路啊 终于找到了 他那个时候啊 甚至高兴到啊 哭出来了 都太感动了 高兴的眼泪啊 就是呢 一直流 简直就是一种啊 重生的感觉 后来呢 他找到了我们的寺院啊 来医治 一直到现在啊 都六十多岁了 还一直劝人家呢 信授这个法门 这是我们一位法师 他学佛啊 三十多年 出家二十年啊 近期呢 所分享的 真的是呢 是像佛所讲的 自信信乐 闻起名号 信心欢喜 这是一个自然的表现 当知道自己不能得度的时候 突然又有阿弥陀佛啊 能救度的希望的出现 那怎么你会不欢喜呢 肯定是欢喜的啊 我想呢 在座的各位 如果说你们之前呢 是在别的法门 修到很辛苦 修到没有路的时候 突然遇到啊 这个净土宗转过来的 一开始往往呢 也会有这种呢 欢喜的感受的 是不是 是啊 我本身呢 一开始遇到净土宗的时候啊 也是高兴到啊 晚上呢 都睡不着的 以前呢 在别的法门说呢 要断烦恼 要修呢 三大阿生起劫 要生生世世啊 一直修 那这个一想啊 就知道没有希望了 但是过后 看到呢 这个净土宗 只要一句呢 南无阿弥陀佛 那还不管呢 你怎么念佛 也不管呢 你念了多久 也不管呢 我们自己会不会修行 都可以得到 阿弥陀佛的救度 往生净土呢 解脱 那当然呢 是会呢 欢喜 勇跃的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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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